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营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KPMG知识营浪 我是KPMG金融服务业协同主持人Sean 今天我们要与各位听众分享的是 日渐严格的监管资本要求对金融业的影响 在2017年12月 巴塞尔协会颁布了巴塞尔资本协定 Batho3危机后改革定案的文件 台湾的金管会也依循了这套国际准则 进行修改了银行自由资本与风险管理计算的方法 据有参与银行工会讨论的金融同业透露的消息 我们知道国际金融环境与台湾的金融环境 在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 对台湾版的新资本协议条文 经过多方多次的讨论 虽然这几年经历数次的延宕 但是金管会终于在去年的12月 发布了正式的版本 规定银行业在2025年1月1号要全面实施 这套新规定影响到的 包含信用风险的标准法与信用平等法 作业风险以及杠杆比率 其中针对信用风险的内部平等法 首波申请听说就有六家 DCIP金融机构 Domestic System Important Bank 就是国内大到不能倒的银行 以及一家积极争取要成为 DCIP金融机构的中大型银行 预计要提出申请 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但在另外一方面呢 除了银行业之外 保险业也面临了20年来最大的一个 公报F-17的挑战 预计在2026年实施以外 现行的资本协议 RBC也要在同一年度切换回新一代的 清偿能力指标ICS 这些重大的改革 对金融业所带来的冲击都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各位听众分享 这些新资本要求的重要改变 以及KPNG相关的见解 这一次我们邀请的专家 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 KPNG安侯建业顾问部门经理 李毅清 Joe Hello Sean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Joe 很高兴你这次能够来 但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是在要跟Joe稍微讨论一下 因为我们这次分享的是 新巴塞尔协议Basso 3 对金融业银行业所带来的影响 但是我听说你有去参观 我们在做风险管理 特别是金融风险管理里面的一个胜地 叫做瑞士的新巴塞尔 你可以不可以稍微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参观新巴塞尔协议 这种我们金融业从事风险管理里头的胜地 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好 想想这个 那个时候去瑞士Basso 其实已经是七到八年之前的事情了 那那个时候我都还是 KPMG的小顾问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并不是因为 他是大名鼎鼎的金融监力重振而去的 那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去呢 我那时候是因为很喜欢一个 网球名将叫做Roger Federer 那那个是那个地方 就是Basso是他的家乡 那我是为了要去看他的家乡 所以才去 那也没有想到说 一去之后 自此就跟这个Basso有解不开的缘分 所以我想这应该也是某种的命中注定吧 那这样听起来我又多了一个理由 也要去参观一下这个瑞士的巴塞尔了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飞得了我的球迷 好 那让我们言归正传 好 那因为毕竟Basso 3的Final Version 有不小的一些的改动 那我还是要请Joe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到底这一次的监管 在原有的管理机制之下 又出台了哪些新的规范呢 如同前面Sean所说的 其实这次的修改 主要分成了三个部分 也就是信用风险 作业风险跟杠杆比率 那我就以银行业 现在最注重的信用风险 来做说明好了 就是在信用风险里面 除了曝险分类的变动 然后跟风险权数的调整之外 其实对银行来说 最有感的应该就是 零售曝险表外资产的这个部分 那在现行的制度底下呢 银行是不需要针对 信用卡未动用的额度 进行计题任何的相关资本 但是新的标准法 把这一块给更动了 也就是说 他把这一块 未动用额度的信用转换系数 从原本的0%提高到10% 那资本计题的计算 其实是表外的曝险额 先乘上这个信用转换系数 然后再乘上45% 或是75%的风险权数 那这样就可以得到 最后的资本计题的金额 所以这样子的话 大家听下来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对这些发卡量 如果说比较高的银行来说 这个影响就会是非常大的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不积极的减少这些呆卡量 那这些呆卡就会因为 这些新的计算方式 然后占据掉许多 可用的资本空间 等等等等 我现在听到有点讶异 也吓了一跳 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说的 银行的表外项目 信用卡是其中一项 就代表的是说 银行有给客户 所谓的commit的额度 让他可以循环的动用跟使用 那这样子听起来说 不是代表的是 越愿意做这些 宵禁业务的金融机构 所受到的资本的惩罚 事实上是更大的 冲击是越大的 那他们如果没有 事先做好好的因应的话 光一个信用风险的标准法 对他们来说 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没有错 那您刚刚提到 除了信用风险的标准法之外 是不是市场风险 也有对那些改变 是没错 就是除了去年底 就12月公布的这些新条文以外 那其实大家也是在 众主瞩目的一个东西 就是刚刚翔所说的 就是市场风险 建立准则FRTB 它其实也是要在同一年 就是明年的时候 也即将要上路 那这个标准法 跟现在的 现行的这个算法 其实版本也是差很大 那它主要的变动 是在哪边 它主要是把那个计算的过程 它纳入了 敏感度分析法 那就会在这个 现有的评价系统里面 我们需要先把这些风险因子 先拆分成七类 那再把这些商品 所涵盖的风险因子计算呢 做这个敏感度分析法的方式 去算出对应的敏感度 那这个不但要能够处理 庞大运算的硬体资源 那其实这些系统 跟制度的导入 也需要有专业的团队 跟人力培训在背后的支持 才有可能办到 所以这样子 虽然听起来是真的困难重重的样子 但是FRTB的标准法 能够把非线性的风险 然后或者是风险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以及交易部违约风险的面向 都共同纳入考量 然后进行评估 这其实都是在现在的 国际的主流的趋势 而且这更重要的 这对于我们未来 在市场风险的估计品质 绝对会有正面提升的效果 天宁这样介绍起来的话 就我对这些风险管理的认识 以前的市场风险标准法 它大概就只有分成了商品 摆四大类的分类 而且它就是摆这个 所谓的到期的天期 再加上商品 去做风险全数的一个计算 它是非常简单的标准法 那当然它也是针对了 不同的商品 有不同的风险性的权重 但您刚刚又提到的在于说 现在要针对了 这个七大的分类 而且这七大的分类 除了商品分类之外的话 它还有考量到 这些敏感性对应的分析 在我们学金融工程的里面 来说的话 有很多的商品 它是非直线型的Ped-off 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 就代表说 现在的标准法 跟以前所谓的 这个内部模型法上面来说的话 它是更贴近 所谓用复杂型的标准法 来去贴近模型法的估计了 像听起来来说的话 金融机构光FRTB这一方面 市场风险的新的标准法 要准备就要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对 没错 好 那虽然看到银行业 有可能在信用风险标准法 这一块需要额外多 记底不少的资本 我们刚刚也讨论到了 但是我们有讨论到 另外一个东西 主管机构好像开了另外一扇门 叫做同意申请 这个内部模型法 信用风险以内部模型法 来去进行相关的资本记底 这个东西如果要 回到过去的故事的话 应该主管机构在2008年的时候 原本要统一第一波的申请 但是没有一家的金融机会通过 但是当时大家去申请的时候 都是想说是位为风尚 位为风尚就是说 只要能够跟国际接轨 就代表我们有国际管理的能力 但是为什么现在 因为在这个公布说 可以申请IRB的 就是说内部平等法的 这个做资本记底的时候 我们就听说有七家银行 表达要在第一波 也就是在今年的六月底之前 提出这个申请的意愿 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六家的大到不能倒的银行之外的话 还有一家非常积极的 这个民营银行也积极要申请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些金融机构 为什么这么积极的想要申请IRB法 好那我先说一下 就是这个IRB法 到底跟标准法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它其实最不一样的方式 就是在于银行 就需要具备自建模型的能力 也就是说它需要量化 信用风险的非预期损失 来当做计算资本计题的这个基础 所以也就是说 就是白话文来说 就是IRB法 就是根据每一个受信 或不同的信用状况 或者是商品属性 去计算出对应的风险权数 那跟标准法的方法 就是标准法的方法 是把这个企业曝险 或是零售曝险之简单 区分成几个风险权数来相比 IRB法的计算 就会是精致很多 因为它是白每个受信户 去做计算的嘛 那但也就是因为 这个计算上更为精细 所以银行就具备 需要具备更完善的 风险管理能力跟政策 当然也就需要投入 更庞大的建制成本 或者是充足的资料库 系统 甚至是资料 也有可能需要去做 重新梳理跟转换 那因为透过这个建构 这个内部平等系统 除了可以提升整体的 这个风险管理的体制之外 那就是因为这些客户的 个别风险都被精准的评估 所以也就能够来有效 降低具体资本 然后进而减少银行的增资压力 所以这也就是呼应了前面 就是上所说的 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家的 金融机构都积极的 想要争取这个IRB申请的原因 哇 听你这样介绍来说的话 因为IRB 好像套一个现在的话 它就是监管的AI 我为什么说叫监管的AI 就是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模型计算 模型说了算 那在这样一个科学化 管理的机制情况之下 监管单位又允许 用这些模型所产生出来的 风险的参数 去进行资本的计题 加上台湾资产的品质 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 是持续的良好 所以违约率是非常低的情况之下 自然而然有非常非常大的 资本节省效果 那我们再回到说 像刚刚前面讨论到的 新的标准法 针对原本表外项目的部分 要纳入这次资本计题的计算 所以标准法对资本的要求 事实上是来得更高的 但是开了另外一扇的门 就是IRB 它可以用一个 内部科学化的管理的方式 允许用一个比较低的 风险性的权数 去进行相关的资本计题 怪不得有这么多的金融机构 真的是趋之若鹜 真的大家都一窝蜂的 想要来去申请 而且我听说第二波 是预计在明年度的三月份 有第二波的申请 而后面后段班的这些金融机构 现在通通都在市场上找顾问了 像听起来来说 这对台湾金融业 不仅仅在监管的压力上面来说 对顾问业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那我们刚刚分享的 比较偏向是在说 银行业对那些的改变 但是银行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 无论是星巴塞尔协议等等的 但是讨论到保险业 我们知道现阶段最大的一个冲击 应该是在负债端的认列方式 就是IFR-17 快去公报准则的一个改变 但同时间我也听说 原本的RBC 好像类似是巴塞尔 这个银行的 这个简单的 这个标准法 好像也要改一个 变成比较复杂的ICS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讨论到在于说 IFR-17 风风火火的建制 这根财报的机制 是影响到负债端的 而且对保险业者 已经造成重大的一些冲击 但是监管又采用所谓的ICS 那这些的制度 到底对保险业者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跟改变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久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 那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现在这个 即将要上路的这个ICS 到底跟现行的RBC 到底最不同的地方在哪边 那其实就像 孙刚刚所说的没有错 就是RBC的制度 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成本 作为资产负债的评价基础 然后都是用简单的这种风险系 技术法来做计题 也就是说他的计算上是 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那未来要上的这个ICS呢 他则是用这种 平假日的试价作为基础 光是这一点 就跟现在的RBC是差蛮多的 而且他还要另外加上 他需要用采用这种压力测试法 来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他需要根据 不同的风险类别 然后设定他的加压情境 来去试算他资产价值的变化之后 才会来进行计题 那对保险业者来说 其实不但是在这个风险资本的计算上 叫以往来说 真的是复杂了很多 而且这个新的计算方法 因为他用试价来做衡量 他又要做加压的情境 所以其实这新的计算方法 对很多的国内业者 其实都会带来他们很大的 巨大的这种资本的压力 那我就以这种国人最喜欢买的 这个储蓄型的保单来说好了 就是储蓄型几十年来啊 都是保险业的主流商品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几乎 都有一张以上的储蓄型 那其实这个会一直热卖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高利率嘛 但是其实这个高利保单 在面对未来这个ICS利率风险计算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面临比现行制度下 需要多计题数倍哦 是数倍的资本 所以这也就会连带影响了 另一个长期困扰的 这个保险业者的问题 就是资产错配的问题 就是为了 因为我们保险业者为了要给付给 保护当初你这个 储蓄型里面约定的高利率嘛 但是我在台湾如果又找不到 这么多适合的投资工具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势必是要转为 购买海外的金融产品或者是资产 那在这种长期的操作之下 就是他不仅是增加了这个 汇差的风险 那其实将来在ICS制度之下 他还有可能因为没有充分避险 而被列为是不适格的资产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造成他的自由资本的下降 那资本的缺口也就会随之增高 所以就是说这个就会是在 台湾现在受险业 就是为什么会就是背负过往 就是这种如此庞大的包袱 所以才会让这个台湾在接轨ICS上面 有更加的痛苦跟困难 所以也就会是很多业者都是这样子说 就是台湾真的是在接轨ICS上面 最难的国家 那其实不只是业者感受到这个痛苦 其实金管会也知道这些 那这个时候主管机关就是 在这个时候为了让这些业者 在2026年ICS正式上路的时候 那为了不要让他们背负了这么大的压力 那其实在2023年7月的时候 金管会期公布了ICS在地化的过渡措施 那这过渡措施里面的内涵有什么 包括是把台股的风险系数降成是35% 那不动产的系数从原本的25降到15 然后在在ICS正式上路之后 风险系数再慢慢的分成15年 再缓步从15再慢慢回到25% 那这些都是为了在替这些业者 降低这个资本的压力 也就是说可以让他们慢慢的去补足这些资本 而不是一上路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这个缺口一次来补弃 这样听起来 其实对保险业者冲击真的是很大 我想大多数的听众应该这个都有听闻 就是保险业很多的这个保险业者 特别是受险业者 他们的资本市主力 因为了过去这一段的经济的状况改变 甚至在说新的监管的要求 他们的RPC 线型的RPC都已经不足的情况之下 那采用新的ICS 可能对他们的冲击是来得更大 那当我们也看到主管机关 有陆陆续去开放一些变相的一些的措施 包含到说这个海外的这个资金避险的部位 那该如何的比较反映在 这个对损益表上头相关的一些的冲击 然后进而影响到资本市主力等等这些东西 我相信台湾的监管单位 一定会考量到这个国际经济的变化 还有台湾这些业者 就像刚刚这个就有跟我们分享到的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长期的储蓄钱的保单 是高利率的情况之下 有这么大的包袱 我们该如何循序的渐进 能够达到说好的监理控管的情况之下 也让业者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 所以相对于银行业者来比较的话 我们相信新的资本对保险业来说挑战的确是更大的 所以打从2017年公布的iFa 17的准则开始 保险业者就应该是在大量的这个增采 然后建设成本改造流程 这些的成本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iFa 17还没有完 就是负债端的市价公允的评估都还没有完 又要接着又要来做ICS相关的一些的要求 的因应这些的要求 所以这些新的规定的改变 不仅仅是业者符合计算上的基本要求 我相信这也是保险业者 对整个商业的这个策略 还有内部控制的机制 需要更有更通盘的一些的考量 还有调整 所以难怪我们必须要说保险业者说 这个不是业务的改变 事实上是机制的改变 而这些机制跟所谓的风险管理的 这些改变是60年来最大最大的一个变局 相信各位听众这样听下来就可以发现 近年在监理机构对金融业资本要求 应该是日趋严格的 它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透过加强金融业者 改善自身体质的力道 达到整体金融产业的稳定 促进产业健全的发展 而KBNG为提供金融业客户量身打造的服务 除了长期关注国际的监管趋势之外 我们也跟台湾的主管机关保持两海的沟通管道 也因应了这个国际制度的一些的接轨 不论是在财报还有营运策略方面 资产配置系统调整 法律遵循风险控制等面向 都能够协助业者评估 还去面对这些冲击以及相关的一些的挑战 然后我们也协助业者 拟定出短中长期相关的规划 攜手跟业者共同来去共度这些的挑战 所以我们讨论到的资本要求的重大变革 对银行业者还有保险业者所带来的冲击 真的是不容小觑 所以影响的层面我相信不仅仅是广 而且也非常的深 所以金融业者是否有能力 克服接踵而来的考验 跟上国际监管的趋势的脚步 并满足股东对获利能力的要求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都是接下来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今天对资本的要求的分享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舅的说明 谢谢Sean 期待下次能够跟各位听众分享更多 监管理的趋势以及相关金融动态 KPMG支持银浪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